边走边聊天 享受难得三天廉价 大批旅客拖着行李 准备从嘉义布袋港 搭船前往澎湖旅游 连宠物都可以带上船 因为来往嘉义和澎湖之间的客轮 一趟就可以载运将近400名游客 一个半小时就可以抵达澎湖 成了国旅热门的交通工具 不只要去澎湖的人超多 再往南台湾走 屏東东港码头也是挤满游客 他们都是要去小琉球过中秋 今天前往小琉球的人数 我们预估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每20分钟到30分钟都会加班 例如会加到14到15班的班次 然后总计大概会有到20几班的船班 其实不只本岛旅游 外岛也涌入大批游客 因为疫情升温 部分地区禁止烤肉 民众纷纷转移阵地 因此嘉义往澎湖 屏东搭船去小琉球 以及台东上船去绿岛 都是浪漫赏月过中秋的新选择 把握假日好天气 各地景点出现人潮 绿岛饭店民宿 住宿率也达到8成左右 抢搭这波国旅商机 外岛旅树业者乐开怀 新新闻综合报导 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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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